明天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一的每週一股 這次嘉賓是請來阿諾和阿提推介許心醉的股份 阿諾你好 阿諾你好 阿龍,回顧一下上次推介過的股份是福耀玻璃 看看過去的表現 福耀玻璃3606,看期內恆子的表現 升幅超過3% 升了659點上來 而股份輕微是跑贏過大市 升幅有3.08% 今個星期的表現 今天下午收市是報23.45 而建議的買入價定了在$22 期間最低見過$22.15 剛剛好買不到阿龍 有什麼可惜呢? 還有這隻股份之後 可否再繼續保處呢? 經過聖誕節新年假期 其實你看到整體驗的大市 都反彈了不少 我想對於福耀玻璃來說 其實本身預料他們不會跟大市 有很大的敏感度 但整體在期間走勢 大致上一致 無論福耀玻璃或者大市 都反彈了大約3%又多 但我覺得看法上面 其實兩者的看法都不敢看得太樂觀 所以如果從投資策略部署 我都建議如果看到這隻股份 落到$22這些位置才會考慮 這些位置暫時未必會考慮這隻股份 我想其實在期間來說 福耀玻璃都有些相關的消息 最令市場關注 就是他們的主席 現在未來打算在美國上面 起廠房 但是都見到 內地特別說 有些官方或者媒體的言論上面 看法是看得比較負面 就是在說香港 不是很鼓勵內地的企業 去美國起廠房等等 因為牽涉著走資這些相關的問題 事實上說 這隻股份 如果人民幣貶值 其實是能夠受惠 因為在說 越來越多的海外業務 包括他們在海外上面起廠房等等 成本是會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但是近期來說 看到人民幣反而有一個回升的勢頭在這裡 所以因此看到股價 近這一兩天 反而有一個掉頭下跌的跡象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維持豐的策略 若果在22元這些位置 繼續中線持有 沒什麼問題 但是暫時來說 股價都在23元左右這些水平 我覺得這些位置 就不需要這麼急去買 嗯 我明白 剛才我們看看大市 就是過去一段時間 升了不少上來 已經去到50天線流上 累積升幅那麼多 我們會不會選一些股份 穩妥一點點 好一點呢 其實雖然大市在低位反彈了不少 但是其實 藤子現階段 其實都仍然處於一些低水平 所以我覺得 投資者這些位置 其實都可以不妨繼續做一些中線的部署 這些位置選什麼 其實踏入2017年 很多板塊 其實今年來說 有條件看好一點點 其實今年來說 我自己都會看回 可能真的集中看回一些舊經濟股 包括一些基建股 而基建股當中 今次這隻都是上年推介過 今年來說我覺得仍然有條件 繼續看好 就是這隻1599承軌建設 好 看看承軌設計 這隻股份 1599主要業務做些什麼 全名叫做 北京承軌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由國資委直接監管的國有企業 主要從事城市軌道交通以外的工程總承包業務 城軌就是我們香港的地鐵 其實都在內地做一些地鐵相關的業務 它做些什麼 就是設計些什麼 基建股今年來說 我正如纖索可以看好一點點 但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可能都是說中國中鐵 中鐵建或者中交建為主 這三隻來講 當然前景都仍然有條件看好 但是為什麼會選擇這隻成建設計呢 最主要就是正如之前Tracy所講 這隻公司的業務 集中做一些的城軌為主 這些地下鐵這些相關的項目 地下鐵項目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如果論金額 其實金額是相對地比較小的 因為牽涉著軌道的長度 或者是可行的公里數等等 相對地一般的鐵路或者高鐵等等 是比較小的 而且講這些地鐵的車廂上面 本身的成本也都相對地較低 所以只能涉及投資金額 或者那些合約的金額 是會相對地比較小的 分別之處就是 其實內地未來這段時間 開始整個十三五當中 其實你說一些的城軌建設 會是發展的重點 所以說這個板塊 或者這個sector上面 是有條件可以提款好很多的 但是為什麼要選擇這隻股份 最主要原因就是 之前提及到這些城軌建設上面 其實整體的投資金額是非常小的 如果對於一些大型的基建庫 好像中國中鐵或者中交建 或者中鐵建這些公司 實際上城軌的增長 對這些公司來講的幫助 不會說非常之大 相反地對於這間公司來說 雖然都是在各自外管轄 但是由於它的規模相對地 不是太大 也都見到這間公司的市值 其實就相對地小很多 總市值都是說 大概是20億以下 所以你說 其實未來來講 只要這個項目 或者這些的城軌發展上面 增長速度仍然是保持比較快的 公司的前景絕對有調節 可以提告一先 阿羅 看回公司的全名 叫做 北京承結設計發展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指它的主要業務 只是做北京方面的地鐵業務 其實是他們起家在北京 實際上 做城軌建設現階段 基本上很多一線城市都開始做 包括大家都見到 其實深圳地下鐵的發展速度是非常之快 公司都有參與部分的線路項目 其實在城軌建設當中 其實都不會再以未來來講 集中在一些一線城市 現在基本上在政策層面上 只要人口密度過成150萬左右 基本上這些城市就會推出一些城軌項目上面 其實在最終 都是一直以來 大家經常提及聽到的 城鎮化這些相關的因素 始終在城鎮化當中 就是令到一些地區上面的人口 不斷地增長 而有一個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 所以在講這些城軌 基本上的需求一定是有的 甚至在未來來講 越來越多的城市 會推出這些城軌項目上面 不單是在講一些二線熱門城市 未來一些二線中級的城市 或者一些比較冷門的二線城市 都有機會在未來來講 會推出一些城軌項目 雖然在講公司是北京氣家 但相信在未來業務發展上 都不會只會集中在一線城市上面 好我明白 剛才阿奴都說這些股份 都適宜中線部署 不如跟大家看看 他之前那份業績 看看造成怎樣 再看營業價 按年來講 是升了24.8% 這是2016年上半年的業績 毛利率上升2.25% 機營利率輕微下調0.5% 另外純利上升19.4% 正現金就下跌40.9% 中線部署都要看回它的基本因素 好像都比較穩窄 那份業績 但留意到就是 機營利益率 以及正現金 都是有個變化 比較差一點的變化 其實雖然正現金有個下跌 但正如之前所說 在這個項目上面 即是在這個板塊上面 未來來說都是一個投資的高峰期 所以你預料他們可能起一些新的項目等等 未來正現金都會遇到不斷下跌 甚至有機會出現一個正負債的情況 但都不需要擔心 始終你會留意其實做這些基建公司上面 有正負債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反正現階段公司 手頭上現金相對是比較充裕 有條件去爭一些更多的項目 這個會是一個優勢 當中在上年的業績上 特別是上半年業績上面 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即使毛利率上升也好 經營利益率仍要下跌 始終在基建項目當中 內地方面特別是一些人工成本 都仍然持續上升 成本壓力其實就真的非常之大 但唯獨好處就是 毛利率也有上升的情況在 所以整體營公司在控制成本方面 大致上仍然有一個不會太差的表現 我想對於這間公司來說 反正成本其實是一個風險因素 但在之前推介的時候 都會講到為何未來這些成本 有機會能夠轉嫁出去 所以我覺得公司來說 其實綜合來說 後市仍然有條件繼續這樣看 我們來看看它的收入分佈 見到成鬼相關的業務 是8億3千萬元 按年上升19.4% 這個佔比是第二大 第一大業務是工程承包 按年上升30.9% 這個成鬼相關業務 涉及設計、勘策和諮詢 還有就是建築和市政工程業務 會不會在這方面發展多一點 這間公司最主要是集中做一些成鬼建設 其實你在說 雖然分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設計、勘策和諮詢 另一類就是工程包銷 這兩類差不多是佔一半一半的 1.52% 1.48% 但其實如果你看當中 在工程包銷 在工程承包當中 基本上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工程承包 都是做一些成鬼相關建設 所以如果你在說 成鬼相關的業務 佔了公司差不多接近90% 所以公司的業務 最主要都是以成鬼為主 但你會見到 各項的業務 營業額都有理想的增長速度 最主要就是受惠分 第一方面 即使在2016年來講 內地的固頭有個放緩的情況 但是在說 由於公司接的很多時候 都是一些比較細型的訂單 還有整體整個固頭的敏感度 不會太高 特別在說這些成鬼 其實預料未來來講 仍然會有較高的增長速度 只要在說 越來越多的成鬼落成 相信工程承包方面 基本上只會有增無減 所以在說基本上 現階段說這間公司 九成的業務 都是在成鬼為主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成鬼的業務 或者是行業的發展 對公司來說是有極大的影響 嗯 豪華明白 我們再看看 Arno 看這間公司 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看它的業務增長比較穩定 圖表也看到 藍色的bar 顯示了總收入 也是很穩健地上升 與其去到2017年 就會有60億 去到2018年的時間 就會有66億多的收入 年內的利潤 都是紅色的線顯示 都是一個很穩健的增長 彭博預測 16至18年的年複合增長率 是收入18.5% 利潤是升16% 但是這個增長率 其實是不是below過之前的增幅呢 其實你在基建項目 本身就不會預料 會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系統 即使其他基建項目看好也好 我都相信最壞事 以過這個為主 未來來說 要再有爆發性的增長 一定是困難的 但是你在說 第一方面 這間成建設計 這間公司 其實你會預料彭博 預料16至18年 無論收入或者利潤 都是大概保持著15至20%的增長速度 反映著 第一方面其實都預料 正如之前所說 公司最大的風險因素 未來成本價格 仍會持續上升 但是 只要收入有一個穩定的增長 他們能夠控制整體利潤率 純利率方面 所以利潤率 其實都會預料會有一個升速 但是你會看到 在彭博的預測 利潤升幅 其實相對地比較小 就是反映著成本壓力 未來的發展上 正如之前所說 既然公司有九成的業務 都是成軌上面 所以成軌的發展對他們來說 影響是最大的 為什麼業務會比較穩定 就是成軌的建設 基本上是一定要需要 因為在現階段內地 特別一些一二線業門城市 面對霧霧這些問題 最主要來源 都說到汽車排放 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怎樣去減少汽車排放等等 其實始終離不開 就是提升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利用率 或者效益率等等 而成軌 的確是對於一些業門城市來說 一些比較重要的項目 所以要預料回 其實在環保政策下 未來來來說 怎樣去減排 減少汽車排放等等 這些成軌的增長是必須的 所以未來來說 預料回到 雖然你是說預測 可能會有一個變數 但我都相信 整體而言 這個成軌版塊 絕對有條件 可以先看過去 好 我們看看 第二個利好因素 阿奴看回 就是覺得他的訂單表現良好 集團在16年 是連續取得多個 位於深圳 成都 北京等等 多個勘拆的設計總承包 還在去年12月最新公佈公司 合資奪得昆明市軌道交通 PPP項目 這個厲害 總投資額達到88億人民幣 剛才和大家高敷了上半年的業績 其實營業額來說 上半年只有19.7億 就算乘班爾 都不夠40億人民幣的年收入 但就拿到88億的大訂單 有些分析就說 這是蛇吞象的突飛猛盡 Mao 是不是覺得這個訂單比較厲害 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未來的確 成軌的需求真的非常龐大 基本上這間公司其實都做不完 所以也不少擔心 行業會有太大的競爭壓力 而且最重要就是 現階段的訂單已經足夠 未來三四年的發展 所以之前圖表上說的 彭博預測的年收入增長 大約是15-20% 可能有機會 如果公司能夠將他們的產能 或者是說的 成件量能夠進一步提升 或者擴張公司的規模 可能甚至增速會更加之快 但當然在另一方面 帶來的問題 可能就是有機會公司開始 資產負債表會面對著 一個比較大的財政壓力 但是你在說的第一方面 其實你會看回圖表上 看回現階段的訂單 集中都是在設計、勘探和諮詢 那一方面 很多二線城市等等 現階段都開始計劃去發展 這些成軌路線 當一旦做完諮詢等等 在工程成爆 未來預料會再次回復一個強勁的增長 始終16年故頭放緩 都令到工程成爆方面 業務增長轉得相對比較慢 但是未來隨著說的 越來越多 二、三線城市 都開始去做這些成軌 相關的建設上 我相信公司 在無論設計或工程成爆方面的業務 未來來說 仍然有一個穩定的增長在 所以在龐大的訂單的支持下 我相信公司的發展速度 甚至有機會較預期更加之快 好啊 看看第三個理好因素 毛利率相信未來會逐步改善 上半年的業績 毛利率按年升了2.25% 去到22.08% 而看看PVP項目 相信會繼續推動公司的毛利率表現 這個項目和一般傳統工程 來比較的話 其實是一個較高的毛利 阿龍 你看看未來的毛利率 還可以上升到多少呢 其實說為何基建股有條件 大家看好一點 大家都是同一樣道理的 就是內地推出 在2016年來講 一些PVP項目 整體研究的進度是非常理想 市場的反應是非常正面的 PVP項目 都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一些國企的公司 以及一些文資的合作 推動這些相關的基建項目 包括之前提及到一些部分的 成軌的訂單等等 都是好像之前說的公司 和昆明那方面的合作的成軌項目 都是跟一些獨立第三方的 財團上去合共投票回來的 其實當中有什麼好處 最大的好處就是 這些PVP項目 相對地有較高的毛利率 因為情況在內地方面 反過來 各項來說 給國企上 獨有這些相關的項目 雖然他們不需要去競爭 但是本身很多項目 設定成本價 會相對地比較低 所以公司的利潤水平 反而是更低的 但這些PVP項目 有文資參與 雖然整體中標的金額相對地較高 但是整體而言 其實實際上利潤水平 可能是他們計算的時候 會計算得更加之高 所以你說 其實有個情況就是 當PVP項目 推動到市場化的情況下 但是整體而言 這些項目 反而會有較高的毛利率在 當然更高的毛利率 第一方面 即使成本上升也好 都能夠轉價出去 所以這樣 我相信這間公司 或者整個行業基建板塊上面 未來即使面對著 人工成本上升等等 最終公司的順利率 都有條件 維持一個穩定的水平在這裏 第四個利好因素 我們看到股值 都屬於一個吸引的水平 歷史平均市盈率是12倍 而看回現在都已經下降了 去到8倍多 我們剛才還說 它中標了一個大的訂單 相信未來的營業額 或者是賺的錢是更加多 即估值未來是更加便宜 我們看看這間公司 即599成建建設 其實你說現階段的市盈率 接近13倍 如果你是論歷史市盈率 就比他們平均過去 12倍的平均歷史市盈率 就相對較貴 所以你是論估值 現階段這間公司的股價 上市資金升了那麼多 你說是否貴 某程度上是 但是你看看圖表上面 虛線的一方面 就是預料在彭博他們的預測市盈率 去到2018年年尾 說未來這三年 預料市盈率是8.7倍PE 正如之前第一個利好因素 所說的圖表上面 公司未來來說 無論是收入或者利潤方面 年複合則降率會達15%以上 所以未來來說 有一個很強勁的增長空間 始終這些城軌建設 未來來說 整個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 都是需求的高峰期 所以預料整體現 這個行業會有一個強勁的增長 再加上公司之前提及到 有這麼多訂單去支持 即使未來來說 可能政策扶持的力度減弱都好 手頭上的訂單 都足夠他們未來這幾年的發展 所以在這方面 公司會預料到未來這幾年 仍然維持著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 所以即使現階段 即使使用率相對較貴 我覺得股值仍然是合理的 如果你看回預測使用率來計算 若果正如之前所說 未來公司加快發展規模上面 訂單速度或者公司收入方面 增長更加之快的話 不排除股價仍然有機會 再繼續進一步提升股值 我明白 看完利好因素 跟大家說一下有什麼下降 因為Arnold剛才提到 他多訂單支持 雖然是有利益 當然也有幣 接下來都會給多些錢出去投資 即是資產負債表方面 有些壓力 Arnold你看這個風險因素 大家須不需要特別留意 固然會有這些相關的風險因素在 但是最重要的是優勝之處 始終公司現階段 是處於一個淨現金的狀況 即使你今次出賣 可能在未來年初 即是三月出賣全年業績 你看到負債壓力開始增加 但是你會留意 對比一些內地傳統的基建公司來說 他們的負債水平 即使再進一步上升也好 都是相對地比較健康 所以短期來說融資的風險 基本上真的不會太大 所以這些位置 可以做中長線部署 我會建議 其實4.8這些位置 都已經可以考慮去買 目標我會看到破頂 甚至會見到6元這些位置 只要不穿4.5元 繼續中長線持有 基本上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好 明白 多謝Sano今天的推介 最後跟你做一個申報 我們今天講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都沒有持有的 多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 我們會期待 我家製作嗎 我家製作一定有的 既然妳不 felt 有機會 嫌、海外